麥芬人青王大家好 我是大頭阿喜 Hello麥芬的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一輝K一輝 好好聽的聲音哦 OK 一輝你在2020年的時候 我就翻回去你的抖音嘛 就是在9月的時候就上載了 第一個cover的這個影片 其實我蠻好奇的 你在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有這個想法說 好 我要做這個cover歌手 我要把我的歌聲 我的作品PO在這個網絡上面 因為自己非常喜歡唱歌 所以就想嘗試把自己的視頻 發到抖音上面 可是為什麼會選擇不露你呢 因為其實對自己的長相 不是很自信 然後也更希望大家 專注在我的作品上面 所以就決定不露臉 可是你真的很可愛耶 因為我們就是稍微 你有時候還是會發一下福利 讓我們看到你的樣子嘛 真的是接下來都一直 會堅持做這件事情嗎 目前不會 就是會一直保持現在抖音上面的風格 好那儀慧要不要講一下 你接下來對你的未來有什麼期望嗎 雖然說現在是一個中學生 我想掌握一些其他的技巧 作詞啊作曲這些 更深入的去學習 和更專注在音樂方面 OK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真的是要期待喔 儀慧嘗試更加多不同風格的音樂 然後還有他自己的創作 OK啦接下來我們跟儀慧玩一個小遊戲 我們來揭開儀慧小秘密 儀慧是一個很害羞的女孩 yes or no yes ok 儀慧是一個在唱歌的時候 非常有自信的女孩 no 蛤 你唱歌的時候很有自信耶 所以你唱歌的時候也是沒有自信的 對 因為其實以前也沒有學過唱歌嘛 然後所以是近期開始學的 所以覺得自己在唱歌技巧方面 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嗯哼 那你會怎麼樣 會問同事們意見嗎 還是對 就會給朋友聽 然後問他們的意見 所以如果他們講 很好聽很好聽 那你就有信心了 對 哦 OKOK 果然是一個小女孩 OK 儀慧的偶像是誰 我的偶像是瑜伽樂老師 因為非常喜歡瑜伽樂老師的歌曲 聽她的歌就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嗯哼 有沒有說特別喜歡那一首 嗯 合你 好 那接下來 儀慧除了認真念書之外 最愛做的事情是什麼 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唱歌吧 音樂是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學校儀慧是否會被同學Cue唱歌 嗯 不會 不經常被Cue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害羞嘛 嗯 嗯 接下來儀慧會不會全程投入成為一個全職的歌手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會 因為唱歌也是自己很喜歡的一件事情嘛 好 那接下來 最後一題啦 儀慧什麼時候才會100%錄臉給大家看呢 嗯 剛才也是有說過嘛 就是對自己的長相不是很自信 然後之前在抖音上面 也是有出現過 一些負評 就是自己看會不是很開心 所以就 嗯 比較希望大家更關注在我的音樂作品上面 但是有機會的話 還是會露臉唱歌給大家聽的 是這個是一定要的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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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負評 叫她來找我 我 幫你解決她 欸這太過分了 我們都看過儀慧的照片還有一些影片 真的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 OK今天謝謝我們的儀慧接受麥飯人氣王的訪問 繼續的支持這個馬來西亞的寶藏女孩 因為她真的很能唱 她的聲音非常的讚 她的未來真的是可以用四個字 未來可期 棒棒的啊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